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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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转移在那里来敬拜神 神就在那里来警告以色列人 告诉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得着这地方遗孽 他们要面对着很多艰难 当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求你帮助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一生紧紧地来跟随你 行在你自己的路上 我们着眼忽念的不是自己的什么益处 而是神你自己的荣耀 求主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所要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喜爱耶和华所喜爱的 恨恨神所恨恨的 我们祷告感谢 奉主基督得性名字 求 阿们 第二章 耶和华的侍者在波金 耶和华的侍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说 我领你们从埃及上来 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 我曾说 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药 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为何这样做呢 因此我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作你们勒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明必成为你们的圈套 耶和华的侍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百姓放声大哭 于是他们吸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制 约书雅去世 约书雅解散百姓 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业 占各自的地 约书雅在世的日子 和他死了以后 哪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所造一切大事的长老 还在世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侍人 乱的儿子 约书雅死了 那时他一百一十岁 以色列人把他撞在他自己地业的境内 以法连山区的亭拿希列 在加什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 后来兴起的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造的事 以色列离弃耶和华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力 他们离弃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上帝 去随从别臣 就是四位列国的神明 向他们叩拜 也耶和华发露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禄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把他们交给四位仇敌的手中 以至他们在仇敌面前 再也不能暂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 耶和华的手都以再和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势 他们就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士师 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之人的手 然而 他们却不听从士师 竟随从别臣而行淫 向他们叩拜 他们列祷所行的道 所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们都速速偏离了 并不照样遵行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 耶和华与士师同在 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爱性 就怜悯他们 但事师一死 他们又转去行恶 比他们祖宗更坏 去除从别臣 事奉叩拜他们 总不放弃他们的恶习和环境的行为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说 因为这国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当手的药 不听从我的话 若书亚死的时候所胜下的各国 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说出任何一个 为要藉此考验以色列 是否肯紧守遵行耶和华的道 让他们列祖一样地紧守 耶和华留下哪些国家 不将他们速速说出 也不把他们交在约书亚的手中 耶和华的使者在波金 来到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 第一个警告是告诉他们不守约 射神说他不能再允许他们 他们得着这地为业 以色列人难过 因为他们不守约 圣经说我们知道 这位神是无限的 无限的神竟然与有限的人去约书 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守约的事情 他们离弃耶和华 我们为这件事去有一些学习 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如何紧紧地跟从我们的主 神在波金来到第二个对以色列人的警告 是他们因着利弃神的缘故 所以他们不能得地为业 这里我们看到的 是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需要紧紧地来到跟从主 跟随耶和华 行耶和华 眼中汉为好的事 而不是恶的事 以色列人就走错了方向 走了另一条的路 所以神在这里 一位信实的神 不是神不守约 是以色列人不守约 所以他们得不到这个贵业之地 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第三样我们看到的 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些使者 在波金所发出警告之后 他们就哀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是否悔改 是否知错 我们看经文的前文 后理或者以后的发展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似乎不是因为觉得利弃了神 他们有后悔以至哀哭 也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地为业 他们的哀哭仍然是为自己 是为了自己不能得 但我有失所以哀哭 今天我们看重的是这些物质 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努力去保守的 求主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在和敌人的争战 和夺取土地的事上 他们不守约 神去警告他们 今天我们和神都领受了很多不同的恩典 或者神都有一些应许给我们 我们就是想要一些应许的 我们就是要一个封城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弱的里头 是双方的 神有应许 神是信实 他会给的 但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人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的主 有没有好好地跟随他 有没有用我们生活 见证上 行为上 来到去荣耀耶稣基督 我们自己责任 可能 都不是做得好理想 但是 我们正是向神求 神啊 你要将你所应许的 你要比方我 今天 我们需要去反省 我们与神的关系上 或者在这个弱上高 我们有没有好好尽我们应尽的本分 神没有离弃以色列人 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去跟从 去顺服神 神有多番的警告 多番的提示 神有时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或者是透过圣经 说他们知道 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 我们就应该去远离了 但有时人的心 好像跟以色列人差不多 好像是这么环境 以至我们不愿意 来到放下这些 神所不喜悦的事 弟兄姊妹 我们在生活的里面 如果我们不贴紧地跟随主 我们不愿意为神去放下 或者有些东西要拿起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经历到 神给我们一个十分丰盛的生命 求主联敏我们 最后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在波金的哭号 他们哀求神 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地为业 不是因为 神说你远离我 以至以色列人悔改 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而是想到 今天以神允许给我的事 不是想我因为我自己做错什么 我去反省 以至我努力再来过 而是去问 神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看重的 不是私恩的主 给我们什么的恩典 而我们如何得着这位私恩的主 我们如何得着这位万有的神 其他的神志愿会让我们安排 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们不需要忧愁 不需要挂在我们的脑里面 我们只需要好好地 来与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耶和华的使者 从吉甲上到波金 说 我令你们从埃及上来 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 我曾说 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约 《诗诗记》二章一节